而谈到大陆近社的影响还有一个 那就是澳门的博弈业 从猛爆性发展降温了 现在要积极寻找下一个澳门 菲律宾马尼拉的博弈特区 就吸引了澳门星豪 日本老虎城纷纷进驻 也拉动当地的房价水涨船高 房秀华继续告诉我们 菲律宾要发展博弈经济 当地政府要言说要把澳门的赌客 统统吸过来 我们所在的Base City就是核心区域 当地的面积大概有十个新一区大 都是填海造陆的新生地 也成为淘金客的梦想应许之地 从这里到Base City 只有十分钟到五分钟 机场领外道路各国都有 不过这条路在马尼拉人眼中 是菲律宾押保博弈业的财富之道 全场不到三公里 只有台北市市民大道三分之一 直通的不是市区枢纽 而是博弈特区Base City Skyway打通机场到赌场的交通枢纽问题 菲律宾政府为了刺激博弈经济 像我所在的Base City 有一区叫做博弈特区 这个Macapico大道就是主要干道 希望能够仿造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经验 沿线设置赌场 像City of Dreams就是来自澳门星豪酒店 沿线下去还有日本香港 以及本地企业的合资赌场 一一正在开设当中 预计到2020年 整体的产业的营收可以达到70亿美金 澳门星豪博亚娱乐和当地富豪 合资砸下13亿美金 打造当地最大的梦之城 六栋金光闪闪的酒店大楼 包围着球体建筑 一下高速公路 告诉你什么叫奢华 继续沿着大道不到一公里处 银色提醒建筑 这是日本老虎城Okada 而建筑物后方是上千名工人辛勤赶工 酒店还在盖赌场抢先营业 香港云顶集团投资11亿美金的赌场预订地 日夜兼程赶工 很难想象这里十几年前 还是一片汪洋 阳光海湾以及悠闲的滨海步道区 这里是Bay City 马尼拉当地新兴的经济开发区 不过早在十年以前 我们脚底下踩的统统都是海 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 菲律宾政府积极的填海造陆 往海洋扩张 如今这里成为博弈事业进出的地区 但随着一带路建设下 也看得到华人的影子 在这里投资房地产甚至酒业 我就在那边工作 那是一家五星级的 过两个区就还有那个 City of Dreams 来自台湾的Gin 在赌场的贵宾厅担任出纳工作 眺望着填海造陆的新生地 四四方方的地块 绝大部分空无一物 他们在马尼拉的收益 都比在澳门的收益已经高了很多 大陆进奢打摊后 澳门博弈业去年负成长3.3% 而菲律宾的博弈业去年收入 达到了31兆台币 年成长率16.62% 虽然经济规模比不上澳门 但是成长率此消彼长 当初提倡博弈产业的前总统艾奎诺 花下海口 要把澳门赌客挖到马尼拉 似乎看到成效 博弈事业的兴旺 韩国 大陆 东南亚 列为三大主要客源 平均一间赌场开幕 带动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整个产业都很需要 语言能力的人去做一个支撑 跟接待那些客户 然后就算是同样都是中文 它也需要各个不同地方的人 这边的起薪大概都有五六万 我见过的台湾人 基本上都是年薪百万 才会过来这边 看好博弈特区的潜力 俊领着百万年薪 但一家三口却挤在 一房一厅的套房里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背着三户预售屋 这边的租金行情呢 其实已经比马卡迪还要再高一点了 大概一平米都要一千块批锁 博弈特区的出租房价 每平大约一千块台币起跳 跟台北市租金行情差不多 但是售价 每平在台币三十到三十五万 投资成本相对低 俊期盼着预售完工分别自住 或者当包租工 房客锁定赌场员工 我们去买一个房子台币三百万 那你一年大概就是有 二十四万的租金 寒税投报率可以到 八%这个上下 请进 而真正的购物主力来自大陆 光在单一海外代销公司 一个月销售额冲上五亿台币 甚至出现成交户数 二位数的大陆好客 而且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 那他样台看出去的景 其实还蛮不错的 他是直接面对这个中庭的小区 二十二岁的年轻女孩来自广东 在菲律宾从事城市设计 累积的第一笔资金大约四百万台币 决定全部投入房地产 八几年到九几年的澳门 就是现在的菲律宾 如果十年后它可以正常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应该先比现在的澳门 澳门的十年前的房价 跟十年后的房价 平均涨幅 平均涨幅十二倍 澳门博硬模式的发展 让来当地投资房地产的路客 充满无限想象 全部加起来大概只有八千套 那目前呢 独场里面的员工呢 已经来到六万到七万 所以宁可想一下 这些的员工 他们所需要居住的地方 只能仅限于在这个区域的情况下 这边的租金行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根据菲律宾法律规定 博弈特区进出的赌场 必须雇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当地人 增加了三万到四万个工作机会 周边配套的职缺大约十万人 填海而成的新生地 成为赌客 投资客 看重的套金村 这边新闻 造智风黄轻化 菲律宾采访报道